再把视线转向高雄 近日有消息称 高雄一家奶精公司 涉嫌将过期奶精的保质期 修改之后重新贩卖 当地卫生跟检调单位 机查发现 已经有2.5吨的黑心奶精流入市面 大部分被销往高雄的早餐店和饮料店 被民众吃下了毒 大批机查人员进入奶精工厂 一包包半成品和成品奶精 堆放在地上 其中许多奶精原料明明已经过期 竟然被修改有效期限 混装在其他的奶精中贩卖 玫瑰奶精 AA奶精 这都是你们的产品吗 没有错 对 这是我们的产品 都是你们的产品 对 所以在时间上确实是有过期的 他们现在还侦查也还没有结案 对 所以我们就是先配合调查 对于贩卖过期奶精 业者不承认也没否认 只说交由司法处理 根据高雄卫生局调查 这家奶精公司非法以有效期限 2017年7月27号的原料 分别制成3A奶精 荷兰奶精和玫瑰奶精 总共卖出了2.5吨 是改标把它延长下去去做贩卖 那另外它就是会有效期内跟已经过效期的这种奶精去混装 然后再包装买 这些问题奶精主要销往高雄的早餐店 餐饮店 手摇饮 还有KTV等30间业者 只有一间位在彰化 但是很多几乎都已经被消费者吃下肚 小型的餐饮业 还有我们的手摇饮店 包括KTV 下架清查的一个动作 那发现这些业者 大部分就是已经没有存货 那也有一些业者是已经停业的状况 根据台湾相关食品安全法规 使用过期原料 可储新台币6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罚款 下游的业者也必须要主动下架回收 至于已经被吃下肚的奶精 如果数量不多 民众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对于幼儿和65岁以上的年长者 如果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 就必须尽快就医